接下来再说说开车出门的事 一定要规范开车 结果最近在江苏这边 有市民举报说 一位男子抱着孩子这开车 旁边还有人录制 结果一查 录的是孩子妈妈 抱孩子是孩子亲爸爸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咱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视频显示 这名孩子被一名成年男子抱在身前 并握着方向盘不时转向 接到举报后 联水交警联系到当事人周某 据周某介绍 事发时他驾车带着妻子和两岁大的孩子 但孩子在车上不停的吵闹 为了哄孩子 周某便想出了让孩子开车的搜主意 周某的妻子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 还发照片上网炫耀 希望通过这个案例 引起广大教育人和教育人的高度重视 不要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如儿戏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确保安全执行 目前周某因驾驶机动车妨碍安全驾驶 被处罚款50元 驾驶证计量分 你说为人父母 为什么就不需要参加个考试啥的呢 这种人他怎么当的爹 怎么当的妈 黄小天还真有一个新闻 我记得说了 就是说要照顾不好孩子的话 也是个违法行为 但这个事情不仅是法律进行规定 你但凡是咱不说亲爸亲妈的话 就亲戚或者朋友 路边碰着 你不能拽小孩直接这么开车 我觉得一般家人是啥 这还真开走了 如果说你家亲戚真的有这么做 拿你家孩子这么做 你是上下的机 对呀 不靠谱 你想跟他关系 小会自己这么拍 小孩对这个车辆特别大滴滴 就是比较好奇 比较喜欢 咱都能够理解 你这车熄火的 孩子转着方向盘 什么事都没有 真开走了 这是真是难以接受 希望家长更得稍微小心注意点 这么点事都能让孩子置于危险当中 真是心疼孩子未来的生活